前天王嫂熊带琳BB性别大公开!原来是女儿,还要是双胞胎!还扬言不丰度,一定要追到儿子为止。 前天王嫂,熊带琳近日荣生为人母,一直未有对外公开胎儿性别,原来熊带琳怀的是女儿,还要是双胞胎,打算这个月内卸货。 去年11月宣布游戏的Lin,自圣诞节后暂停所有工作以专心摇牌,指示间中在社交网分享运记以抒发心情。 据知今年37岁的Lin,为求早日为夫家开支散业,去年秘密进行人工受孕,多番尝试后终于成功,最令她和丈夫郭克送喜出望外的,是大妈上怀佑妈女。 据知Lin会提早两星期即逝于本月内择日开刀卸货,负责接生的就是有新级妇产科胜手之称的妇产科医生尼舒惠, 而冷的姑奶郭克宁,歌神陈奕迅太太徐豪明,以及一代中国跳水皇后福明侠等也曾经由她主理接生。 怀佑妈女,Lin虽然未有对外透露,但由于度行愈来愈剧,引起不少亲朋亲友询问性别, 前晚,7日,郭克宋在社交网分享和冷的合照,留言,Counting down to the second stage of my life,一直期待迎接人生新一夜。 相众见一手托着郭克宋,一手轻浮肚皮的Lin,面旁有点浮肿,身上的外套更盖不住剧度。 只包不住火,Lin大部分亲友其实已知道怀妈女仪式,冷的哥哥熊林上月在微博留言,下个月我就当舅舅了。 不少网友及朋友留言恭喜,熊林也亲自回复道谢,但当有人留言至Lin度大如罗,反问是否怀妈胎时,熊林就未有留言回应。 结婚接近两年的Lin,虽然急速完成三年爆两的造人大计,唯有见郭克宋为家中独子,拒之恨在心切的她是要为郭家追词固定,绝不丰度。 去年三月Lin出席出席活动时已表露恨在心切,她说,最好有个哥哥先,哥哥可以保护妹妹,我自己都有个哥哥。 老公中一女仔,因为可以吃住鸡,我建议生两个,但要生仔先。 虽未能一击击中生仔,但Lin怀孕以来小心翼翼,任何反应都非常重视,例如初有孕时她曾在社交网分享,晚上肚子抽烟一下,事发突然心里不怯,很害怕,好一会都不感动。 今天问了妈妈才知道,是宝宝踢我。 现在出入都有母亲或老公陪伴的Lin,胃口一笔钱大,如台湾麻辣火锅,鸡尾包等吃不停,同时未免身材走样,固有做瑜伽等运动的习惯。